大家好,我看到很多朋友留言说那十月初 因为我上一个视频说的是十月初到十月初哪些日子要避开 那有些朋友就留言说十月初之前呢,对吧 当大家都好像是生孩子比较担心嘛,也可以理解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想要孩子就是八字好 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做日 因为八字是看整体的,而不是看年月日而已 还有什么,还有十月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注意,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话 这是我的观点 我不是乱说了,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也帮大家择日,走个五速过了 我说我知道它准确率,有条件,有可能的话 尽量是这个跟这个 一个八字好不好 不是你后天培养可以改命的,改不了的,就是最多可以改善 但不能改,不能完全改 大家要知道这点 所以,一个孩子他自己有这个内在,我们现在说的孩子是什么,叫做什么 内动力 内动力,对吧 就是一个孩子他自己想要成功 跟你整天给他灌酥鸡汤 整天孩子你要努力啊,你要成功啊 是两回事的,对吧 我记得 我 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读书 我妈整天叫我 吃饭了,吃饭了 我就是不去,因为我要就要自己在那读书 对吧 跟你孩子一天到晚在那看电视 或者在那玩,在外面玩 你要整天叫他回来读书 对吧 那是两回事 我不是这里也不想自己说,自己催自己有多什么成功啊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八字好坏哦 它是会决定你的性格 你的性格也决定了性格 哦 是决定命运的 我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说人生啊 人生的命运呢 其实就是你 所做的选择的结果 就是你人生 其实我们每个人 一生中 都是不停的在做选择 我今天应该出去玩 还是在家读书呢 对吧 我应该是考大学 还是上技校呢 我应该现在去追这个女孩子 还是去追这个事业呢 我应该是挣钱 还是去看球赛呢 对吧 人生其实都是你的选择 最后才形成你的结果 而你的选择 除了你自己的选择 你的父母 你的家人 也会影响你的选择 所以这就是说 这个我们都知道 对吧 他不是百分百决定你的 因为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性格 会影响你的选择 这是为什么 古代都有说 梦暮三圈呢 对不对 你孩子 周围的环境 他认识的朋友 很有就是 他所在的学校 他的同学老师 对他影响很大的了 对吧 很大的 一般男孩子来说 男孩子来说 他在三四年级 是一个坎 是一个坎 就是说 他的三四年级 他要是成绩好 他就能够维持到 初中 沿诺呢 初一 初二 是一个坎 因为青春期嘛 他如果 初三的时候 他成绩好 基本上他高中 也会成绩好 基本上你会发现这样子 那沿诺大写 是一个坎 因为发现很多人 因为他在高中之前 都是有父母管着 所以他读书 或者是人还比较正气 也比较稳妥稳当 但是当他一成为 拖枪之马 自己到了大学 没父母管的时候 他整个人可能会极端的变 变了以后 一下子就是 连父母都不敢相信 我孩子怎么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呢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所以在这些坎上 其实也是一种性格的选择 所以就是说 八字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呢 能够给孩子 好的八字 跟差的八字 你差的八字 就他这个八字 一看就是 读不了书的 你就把它放到 最好的学校去 他也读不了书的 你说你胡扯 汪哥 你这个东西 是有点书命论的 我们不胡扯 我只告诉你是真相 你信不信有你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故事 我是读书 我还可以了 我是那个 985大学的 那时候 985大学 我成绩很好 我成绩很好 我还是那个 反正 该大学里面 该考的证书 我都考了 什么英语六级 什么计算机 高级程序员 还有入什么 还不说那些东西 反正我都有 但是呢 我在大三的时候 大三的时候 我是大三的时候去实习 实习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那同学 大家都是整班同学去实习吗 坐火车 是绿皮火车吗 然后坐在我们 我们都是四个人吗 就是那时候火车是这样的吗 是四个人 我记得我们坐的是四个人的 就是让大家对面坐的 这硬坐嘛 我对面是一个 北京医科大学 北京医科大学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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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那里 他说 看着我的脸像 面像 他说 他说小孩 小货子 他说 你 我跟你算个八字 大学的时候 我已经学八字了 我也懂一些 我就觉得很好奇 他为什么会找我算 因为我们当时坐着 还有三个同学 他这么懂 他只找我算 我说 好啊 你给我算 那当然那时候 因为我是刚学八字 我是 我是这样的 我是大学之前 我们家大学之前 我从来不看电视 我真的从来不看电视的 所以呢 那时候 大家只能说 金庸的小说 那东西 我一点不懂的 我也从来没看过小说 我只读书 大学之前 只能读书 这是我爸给我定的规矩 搞二的那一年 年初一 我同学骑到摩托车过来 找我出去喝茶 年初一嘛 对 年初一我回来 喝完茶回来 我爸就骂 骂我没所谓 还骂我同学 说你怎么过来 带他出去玩呢 啊 搞二了 对的 要读书 搞得我同学都说 真是会骑年初一 给你爸骂 当然他也没什么 因为我爸是 是 他也比较尊敬 他也没说什么 而且他一直觉得 我读书很好 觉得我以后有出息 他也 他也就是 只是嘴上说一下 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年初一 你骂人家干嘛的 你骂我就算了嘛 对吧 但就是说 大学之前 我确实没有学过八字 虽然我爸 我爸都懂 我到了 大一开始学 大三的时候 我也学了一两年 但是学的很少嘛 毕竟大学里面很忙 我又要考什么 是什么 对吧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跟我算的时候 他说 他说 小伙子啊 28岁以前 你没工作 你没工作 我在想 你扯什么蛋呢 对不对 我是90年代的大学生啊 对不对 90年代的985啊 我怎么可能会没工作呢 我们家 条件也不差 我成绩就这么好 对不对 也认识一些人 我觉得我百分百工作 我说你算的不准 他说 你28岁以前没工作 我在想 哎 我觉得他算的不准啊 你知道他说 第二句话就是说 你以后会很有钱 你的钱都很好 你想要什么 基本上都能得到 我就一听这种 还江湖术寺一样 对不对 只说好话嘛 我就当时 我就跟他 喝喝喝喝就算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同学旁边呢 他也帮他算了 第三个同学一听 我们两个算的 还可以 第三个同学 我们也知道他 家庭毕竟比较差 他就不敢算 可能就觉得 有点不好意思 你们两个算的这么好 对吧 就这样子 那事实是什么 怎么样呢 因为当时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出国呢 没有考虑这个事情 最后我真的是出国了 有了研究生啊 在要 在你也知道的澳洲要拿 要拿到他的PR 才真正的找到好工作嘛 我真的是28岁 拿到澳洲的PR 是拿到澳洲的PR 也有了正式工作 建立500强 500强的公司 在悉尼公司 确实是 人命是定的 命的 就是 你想一想 我这样背景的人 我最后都会信算命 我以前信吗 我不信的 我就是我以前大学学的时候 我也不信的 我想着人定信天 对不对 这么年轻 我这么读书这么厉害 那些都是没文化的人 才信这东西啦 迷信 对不对 这么可能吗 对吧 哪里算得准呢 其实也真的算不准 如果你硬要从某个方面说 要百分百算准 你肯定算不准 但是 我又可以说算得准 我看你这个八字 你有没有钱 你是什么层次的人 你有没有本事 你不要跟我忽悠 你就开张老是来是来 我就能看得出 你是不是真的有钱 还是假有钱 这我就敢说 百分百 对吧 那你说有没有用呢 它一定是有用的 说这么多 那么既然大家说 要知道十月份之前 也想知道 那我现在首先跟大家说 现在是八月十一号 对不对 假成年 现在是假成年 人生 是人生 人生月 你会发现了 这个八字 其实年夜 我们说年夜 你看得到 你就知道了 其实你稍微懂一点 你自己也会知道 这些东西要避开 你虽然不一定 你会找到到很好的八字 但是你会知道 有些要避开的 就是说 我遇到很多朋友 他的思维比较简单 他说找不到好的 那就不找了 就随便 同志们 月薪三千跟月薪六千 都是普通人 但是他有没有区别啊 对不对 还有人家负债三千六千的呢 对不对 你不能说 哎呀找不到很好的八字 我就不要了 那你 你找不到年薪一百万 你就不工作了吗 是不是 就有些朋友 就是很奇怪 就是很极端 他拿不到年薪一百万 他就不活了吗 对不对 不是这样说的 我说有时候 有时候我也觉得 就是说人呢 你要有一定的认知 要不然你很难跟他沟通 好 这是深层的暗宫止水 对不对 那么这个八字就人水 有点水的目标 对吧 首先他有点水的目标 但如果有点水的目标 你又有这个人水跟假木 首先日主来说 你会知道 你不能用 假以 人鬼 是不是 为什么不能用啊 假以的话 你这个年干是比肩结财 客户 对不对 人鬼的话 你这个八字本身是水都目标了 再来个人鬼水 那这个八字就绝对水都目标了 就危险性比较大了 不是说百分百不能用 但是我们一看了 我们一看 就是是不是有格局的八字 一看就不是了嘛 是不是 就我跟大家讲了 基本上是像讲课一样 就教大家择日了 你看就知道这东西 就是你要熟悉的 就知道 那第二个 我们凡事 这是一个水都目标 你不能用了 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你这个八字 这里是深月 深间是最大的 假设你来个人 那深银冲 对不对 深银冲 那肯定是不好的 你再来个 深事 深事 深事是行 行 深事行呢 有个问题就是吧 你很怕遇到人是深 你凡是遇到这种深 你要怕到后面 形成淫是深 那几个例子 你好彩不彩 你这个人日 人日你说 哎呀我不懂你说什么 旺哥你给我说一说 我给大家几个 最简单的例子 八月 十八日 假人日 好 完蛋了 怎么完蛋了 给大家看一下嘛 假跟假 比肩 对吧 水 感觉就深银冲 深银冲 这是鹿 鹿代表身体 它深银冲 那么 当然它 这个把子不算很厉害 因为它有水来化 相对好一点 但是它还是冲 深银冲 那么鹿 就是身体会受害 假设 好不好 你就来一个 事实 完蛋了 这不是 银事身就出来了吗 顺银冲 银事穿 首先婚姻不好 第二健康不好 你什么都不用说 你说 你不信吗 你不信 你试试看吗 对吧 举个例子 八月十八号 上午 九点到十一点 出生 你试试看吗 对吧 你说你不信 你破除迷信 你就找这个日子出生看看 对吧 你去啊 对不对 你扯得 让你孩子 要去冒险就行了 那再一个 这一天 你说 我躲开仪式身 我来个生死 我看你完蛋不完蛋 生银冲 生银冲 两个斧头来砍这个树 婚姻不行 身体健康一定不行 你说你不信 不信吗 生死 十五 即时吃点 你这个时间 就是生孩子 八月十八号 这个时间 跟这个时间 这两个时间 随便你去吃 你看一看 你孩子有多厉害 对不对 不要硬 就像人家说的了 对封建明信 你就 你就嗤之以弊了 对吧 也弄了 在柴神殿 你就常跪不起了 是不是 就有些人 就是这样的 就是人家说 我不信风水 不信风水 我找个风水差的地 你去把你那个老人 去世的老人 埋进去了 或者是说 找个很差的房子 你去住住嘛 对不对 不要这么 人不能这么铁齿 对吧 不能这么铁齿 以前我也不信 对吧 我也不信 现在我信 对吧 好 所以8月18号 首先出来了 那这个银日出来了 那我这个四日呢 对不对 四日是哪一日啊 四日是丁四日 丁四日 那我首先说 丁四日没那么坏了 丁四日是哪一天 是二十一 这个倒是没那么坏了 为什么没那么坏呢 因为人家人丁和 四身和 相对来说 有和 人家就是正观和 这个就没那么差了 他这个人至少有一定的层次 当然这些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有钱人他也会生病的 有钱人也会打官司 对不对 当官的也会整天给人家骂 是吧 会有一些小人 正常 对不对 但是人家还可以 还可以了 好 再来 再来 那么 还有什么呢 丁迎 举个例子 丁迎 丁迎 那丁迎 你要注意一点 人丁冲 身丁冲 天冲 地冲 对对 丁迎是哪一天呢 丁迎是三十号 对对 那天冲地冲 你好不好再来个事实 或者再来个生死 那你试试看咯 对不对 你试试看嘛 就是 这么多冲撞 那几个例子 假设你是生死 也是事实 两个身经从这个荧幕 荧幕是硬 硬也代表身体 也代表老妈 对不对 自己看着办 而且这是夫妻公 对不对 我再给你几个例子 再给你几个例子 假设这是个女人的八字 好 不管你是事实还是绅士 这里是代表她的下身 因为这里是头 肩 腹部 下身 也许这里是腿 时辰是腿 这里下身 跟筋 来冲她的下身 那么 你说这个女的是 男人多吗 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她是病火 这是财心 财心就一般 不一定代表男人 她有可能代表 她动手术动得多 对吧 这是一点 或者车祸 假设 假设 就像刚刚说的假人日 假人日是哪天啊 是8月18 8月18 假人日 假人日啊 就很差哦 假人日 给你几个例子 大家就懂八字 你就会知道 这是几千年的文化 它不是完全是迷信的 给大家讲一下 假人日 这叫肉 肉又代表身体 那么这个是一定代表整个身体 这是个女人 假设 圣经就是老公 男人 这也是男人 两个男人直冲她下体 那这个女的 首先说 男人比较多 第二 她老公怎么生存呢 不一定有老公 因为 这个男的想来进来 那个男的想来进来 各个男人都想进来 都冲击她的夫妻功 冲击她的下体 那这个女的 很多男人 对吧 那这是一个 那你说 那 我不是生死 我是世死 那世死 人是生三行 人是又相穿 它不仅仅是 男人方面 各方面 各种纠缠 三角五角恋爱 还相穿 为什么下面老是要穿 对吧 比较暴力 那你说 你要是为 你的女儿 选这样的八字 是你想要的吗 对不对 所以 好 我们再说 这几个日写了 好 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 九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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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九月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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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五日是什么 人生日 那 跟大家说 月跟日 完全重复的 恶婚 至少 其他不用说 恶婚 穷不穷 我先不说你了 这个八字 一定也是 穷的了 为什么 水的目飘了 如果是女孩子来说 首先 不用说 为什么 指你现在这里 目飘 能不能生 这个问题 是不是 说没用的 没用的 说呢 这个 也不行的 而且 笔节重重 必克服 对不对 笔节重重 必克服 然后呢 笔节重重 哪里来的财 哦 钱不钱 都给人家 结光了 而且 金白水清的样子 你听起来 名字很好了 愤青 或者这种人 对吧 所以 这一天 你要注意避开他 你说 我这天 避开了 很好了 是吗 你想一想嘛 难道这一天 就好吗 就第二天 那是劫财重重 有什么好的 是不是 所以 又是不上当次的八字了 又是很差的八字了 必定是 穷酷 你不信 你试试看吗 对吧 你可以不信的 对吧 你铁齿劲 你去试试看 显出这些日子 出生去看看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说 过了 这个 九月七日 那么就变为鬼友业了 就不是人生业了 就变为鬼友业 好 所以呢 改了 年 甲 成 月呢 就鬼友了 同样呢 你既然是鬼友 你既然是鬼友 那你这里就 一般整个下来说 你不能用毛 对吧 不能用毛日 毛有冲 对不对 毛有冲 还有呢 你不能用 你尽量不要用虚 虚是什么 虚是虚有穿 沉吸冲 两个不好 所以你尽量躲开 这两天 这两天用什么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 九月十二 十月十二是什么日 几毛日 对不对 那个 还有 九月七号 假虚日 假虚日 假虚日是天同地冲啊 而且那天还是换 换节气啊 对吧 你要看什么时辰呢 有些是 有些是 人生月 有些是 鬼友月了 十九 丙虚日 又虚有相穿 对不对 然后呢 心毛 对不对 心毛 还有一个就是 十月一 不虚 这些都是 因为这是毛有穿 毛成穿 西有穿 成西穿 对吧 都符合这些日子 所以它肯定不够好 好 完事那句话 想要孩子 好 这个不是随便说的 不是随便说的 因为 确实 我也希望 大家的孩子 都有个好八字 有个好的人生 有个更好的命运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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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